這邊有一張床叫做神奇床 小朋友你自己的床覺得神不神奇 神奇 神奇嗎 有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可以告訴胖叔叔 來 請說 什麼好夢 娃娃 娃娃 夢到娃娃 我抱著娃娃 抱著一個喜歡的親愛的娃娃 對不對 給她拍拍手 好棒喔 來 弟弟請說 弟弟呢 我做到一個夢 是我抱著我最愛的朋友雷龍一起睡 真的喔 這麼幸福 拍拍手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張床神奇的地方 這邊有一隻動物 大家知道是什麼動物嗎 老虎 老虎 這個小男孩跟老虎睡在一張床上 你們有沒有跟老虎睡在床上 沒有耶 對啊 這個不是玩具 這是真的老虎喔 小男孩怎麼會跟老虎睡在床上 這個床一定很神奇 我們趕快看看 這個故事一開始呢 就是由這個小男孩 他是今天的主角 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我們念一遍喔 叫做喬治 喬治 喬治大概跟小朋友 已經差不多一樣歲數了喔 你們現在還有沒有人 睡這種欄杆床喔 睡在這樣的床 沒有啦 那小欄杆床是給誰睡的 小嬰兒 小嬰兒睡的 對 為什麼要有欄杆你知道嗎 因為小嬰兒會爬出去 會爬出去 滾來滾去會摔痛對不對 太好 拍拍手 好 那喬治已經長到跟小朋友一樣大啦 他可以自己上下床 爸爸媽媽把他的床的一邊 欄杆拆掉 讓他可以上下床 可是越長越高 睡這個實在不好看 有一天媽媽奶奶就跟喬治說 喬治啊 你睡欄杆床不好看 叫爸爸帶你去百貨公司 買一張新的床 於是爸爸就開著車 載著喬治去百貨公司 要買一張新的床 可是很奇妙喔 當他們還沒有到百貨公司的時候 經過了一家市區的商店 上面寫的四個字叫做 二手就代表不是第一手的 它不是新的 它可能是賣了很久沒賣出去 然後或是有人用過了 再賣回來的二手 所以是舊的大家知道嗎 舊的 要買新的床還是買舊的床 新的 小朋友都想要新的 可是喬治看到這邊這麼多家具 就跟爸爸說 爸爸 這邊有很多家具 我想進去看有沒有我想要的床 一次爸爸就說 好不好 那我們就停下來吧 怎麼會喬治想要買一張二手家具呢 好奇怪 進去之後啊 爸爸就問那個老闆說 老闆喔 你這裡有沒有適合我的兒子 喬治的床啊 老闆想了一想 有一張綠色的小床 放在比較高的地方 你要幫我一起搬喔 於是老闆就跟喬治的爸爸 把這綠色的小床搬起來 搬起來 搬下來的時候 老闆跟喬治講了一句話 小朋友 我跟你講 你不知道相不相信喔 賣這個床來的一個太太說 這張床曾經帶著他去 世界上很多地方旅行喔 小朋友你聽到有這種床 你會不會想買啊 想買的舉手看看 我也是要買啊 我從小就想要這種床來手放下 這時候喬治馬上就跟老闆說 老闆 我就要買這張包包 我要買這張床 他帶我去旅行 然後他們就買下來了 二手床不貴喔 但是要自己搬回家 於是呢 爸爸就把這張床 綁在車上帶回家了 回到家以後 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拿水跟抹布 把那個床擦得乾乾淨淨 為什麼要擦妳知道嗎 因為這樣會乾淨 對 二手家具板很久有灰塵喔 如果不擦到會睡起來不舒服 對不對 對 爸爸跟喬治在擦床 正在擦的時候擦到床板 床頭的那個木板 爸爸就看到了 喬治 奇怪喔 這個床板上有寫幾行英文字耶 喬治一聽 爸爸 那你趕快講給我聽啊 我又不懂英文啊 好…喬治 你等一下 我看看喔 上面寫的是說 你要專心禱告 念出咒語 咒語下一行有點模糊 然後你就可以跟這張床去旅行喔 喬治 一聽 爸爸 那是真的耶 只要會咒語 就可以飛去很多地方旅行 爸爸 你趕快告訴我 咒語是什麼 等一下… 喬治 我看一看 這個英文字 字頭是一個M 然後中間磨掉了 尾巴是一個Y 所以看不到 喬治一聽 爸爸那你趕快教我一些字 是M字頭Y字尾的 到時候晚上就可以試啊 爸爸一聽 好…等一下我想想看喔 我想個三個字跟你說啊 第一個 錢 錢怎麼講跟著胖鼠唸 第二個…喬治等一下 就是你的媽咪 第三個喔 你很喜歡的那個猴子 喬治好高興喔 學了這三個字 Money 媽咪跟Monkey 準備晚上要試了 好高興 可是呢 當媽媽奶奶看到 喬治買了一張二手床 你覺得媽媽奶奶高不高興 喬治 不是叫你買一張新床嗎 你怎麼買了一張二手床啊 然後喬治馬上跟媽媽奶奶說 媽媽奶奶 我跟你講喔 這個老闆跟我說 這個床會帶我到很多地方旅行耶 媽媽奶奶相不相信 媽媽奶奶不相信 喬治相不相信 相信 所以那天晚上她好乖喔 吃完晚餐之後 馬上自己去刷牙 洗臉 然後上床 睡覺 她準備要幹嘛呢 念咒語 馬上開始 禱告完就開始念咒語 第一個是什麼 Money 有沒有飛 沒有飛耶 第二個是什麼呢 Money 有沒有飛 沒有 第三個是什麼 Money 完了 也沒有飛 小朋友 這時候喬治該怎麼辦喔 想想看 喬治也不懂英文啊 他想了想 算了 既然什麼歪的 我就給他隨便亂編一些英文字好了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字 於是喬治就在床上開始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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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講了一個晚上 沒有一個中 最後就好累喔 怎樣 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 吃早餐的時候 媽媽跟奶奶就來消遣喬治了 喬治啊 你的神奇床 帶你去哪裡旅行啦 有沒有到月亮啊 還是到亞馬遜河啊 有沒有去 沒有 所以喬治頭滴滴的很糗的不講話 可是你覺得他第二天晚上會不會在世呢 會 有可能 他不會放棄的 於是第二天晚上馬上吃完晚餐 刷牙洗臉上床睡覺 專心禱告開始 又開始 又開始 突然念到了一個重了 因為床突然飄起來了 就飄出了窗戶喔 然後在城市上空開始飄 然後開始飛了起來 飛了好遠好遠 結果飛到哪裡去了呢 飛到了非洲 然後好像是一個大草原 然後飛下來之後呢 黑黑的 就聽到有這樣的動物的叫聲 是什麼動物呢 咪咪咪跑過來喔 然後還有那個 戴著尖帽子的小精靈 跳到了床邊 然後就說 你是誰啊 我們是小精靈啊 我們要睡覺了 你可不可以講睡前故事給我們聽啊 喬治一看到 好啊...我很喜歡聽故事啊 那我把我聽過的故事 就是講給你們聽啊 於是那天晚上 喬治就講了很多好聽的故事 小精靈很滿意的去睡覺 然後喬治才飛回他的家 好快樂的一個晚上喔 好神奇 結果第二天晚上 第三天晚上 每一天晚上他都飛 然後今天又飛… 又飛到哪裡呢 飛到了一個叢林裡面 好多的樹木喔 然後有很多的動物 其中看到了一隻 狼虎 小龍虎 很小的喔 他在哭 然後喬治就很同情他 就問他說 你怎麼了 小老虎 你為什麼要哭呢 小老虎就說 我的 我迷路了 我找不到家 原來找不到家了 然後喬治就說 沒關係啊 我的床會飛啊 你上我的床 我的床飛起來 你就告訴我什麼時候 你家到了 我們就降落啊 也是小老虎 小老虎就上了他的床 然後開始飛 就是我們封面看到 為什麼老虎會上床的原因 就是這個神奇床 要載他回家耶 然後飛…之後 小老虎說 這裡就是我的家 一降落之後 看到老虎媽媽 老虎媽媽抱著小老虎 一直舔他 小寶貝 你終於回來了 然後老虎爸爸也很感謝喬治啊 就抱著喬治 舔得他滿臉都是口水 可是他心裡好高興喔 小朋友 你知道為什麼 他被老虎爸爸舔得滿臉口水 還會高興 你知道為什麼 這是不是做好事啊 對 拍拍手 謝謝 幫助小老虎回家好開心 然後還有呢 有一天晚上 這個喬治飛到了一個小島上 裡面有個洞喔 然後進去看到 有一個很漂亮的箱子 一打開看 好多珠寶喔 這是誰的啊 這時候突然就有人 從洞裡面講話 你是誰啊 竟然碰我們的珠寶 你猜他們是誰 海盜 拿著刀跟劍就追出來了 喬治趕快蓋上蓋了 就往洞外跑 然後跑到他的床上 一跳上去 念什麼 咒語 瑪利瑪利 然後呢 床就飛起來了 海盜有沒有抓到他 沒有 可惡的小孩子 居然還會飛這麼厲害 就沒被抓到 還有這時候呢 他就飛到了海上 跟這種動物在海上這樣子 這是什麼 海豚耶 坐著海豚在海上這樣跳 好好玩喔 不過床就弄濕了 有的時候到空中 看到了有一群的大雁 他們要飛到南方去過冬天 然後飛...飛得很整齊 喬治就說 你們好辛苦喔 要不要上我的床 休息一下子呢 於是他就載了一些大雁 然後載他們一程 還有一次在空中 晃到了一群戴著尖帽子 坐著哨把的 巫婆 巫婆也飛在旁邊喔 巫婆一看到他 他小朋友滿厲害的嘛 我們一起來賽跑啦 在空中跟巫婆賽跑 好好玩 好刺激喔 空中賽 對啊 這樣不知道過了多少天晚上喔 要放假了 放假了喔 爸爸媽媽要帶著喬治去海邊度假 他們要住很漂亮的飯店 那他們出去度假 有沒有人出去飯店旅行 還帶著自己的床出去的有沒有 對 沒有喔 飯店有沒有床 有喔 所以床就留在家裡 奶奶看家 他們就到了海邊 玩球啊 玩沙好快樂喔 度過了好快樂的幾天 回到家了之後 奶奶歡迎他們 然後奶奶就跟喬治說啦 喬治啊 奶奶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啊 奶奶啊 買了一個禮物送你喔 在你的房間 你趕快去看喔 喬治很興奮的跑到房間 你一看 是什麼呢 是一張紅色的新的床 你覺得喬治看得高不高興 不高 奶奶 我的神奇床呢 奶奶說 什麼神奇床啊 你說那張舊床啊 我叫垃圾車載手丟的 奶奶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趕快跑下樓 直接跑到垃圾場喔 一到垃圾場 管理員伯伯正要關門喔 等一下 我要找我的神奇床 進去找... 倒了半天 終於看到垃圾堆 最頂上綠色的小床 怎麼樣讓它下來 你知道嗎 要唸什麼 咒 咒語 馬里馬里 我們一起唸預備 起 馬里馬里 一是床就飛起來了 降落下來 繼續載著喬治 到很多地方去旅行 小朋友 如果你也找到你的床的一個 特別的咒語喔 說不定你的床 也可以帶你到很多地方去旅行喔 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